桃園市政府3月8号召开桃圆航空城 取短征修工程招标说明会 预计今年11月1号进场施工 也让土地征修争议再次浮上台面 去年市府原民局特别针对当中受影响的原住民住户 约332户 其中有266户租屋 66户自有宅居民 紧急启动关怀小组统整征修困境 目前也有了新的进度 后来这注点后发现共通的问题是这几个 可是这几个问题还是要回到主政单位去处理 比如说他认为说建物的停点单价不高 不过科长强调这其实是所有征修户面临的共同问题 对此主则单位地震局专委则回应 目前市府所提出的购地价格 是经过多方考量后的决定 希望能避免哄台价格 政府在做估价的时候 当然要排除这些急买急卖 我们这个估价出来的结果 一定会比市场目前的哄台的价格还要低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是符合正常交易价格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将来的目的是用在做比价低的分配 面对外界纷扰不断 朱元若表示市府预计在3月12号针对优先搬迁区 加开说明会其他地区说明会将在5月召开 会整各方意见后再做滚动修正 尤其新闻 尤其是许家荣 桃园市采访报道